缘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公读圣若望福音 那时候因为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犹太人就按钟义论说 这不是弱势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我们不是都认识吗 怎么他竟然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彼此议论纷纷 要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 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的我在末日要使他复活 宣词书上记载 众人都要接受天主的教训 凡是听从父的教训 尤其学习的人都要到我这里来 这并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 又有从天主来的那一位才看见过父 只有从天主来的那一位才看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信从我的人必得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食粮 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满纳 任难死了 然而这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谁吃了就不死 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着的食粮 谁吃了这食粮 必要活到永远 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 是为了使世人得到生命而赐给的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赐给你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有多少位曾经看过吉米的画册 吉米从今有一段时候都很出名 就在我的那一年代比较出名吧 然后过后呢慢慢的也开始 人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曾经呢有一本画册呢 名叫听吉米唱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这本画册呢 大多数都应该是以灰白为主吧 是在吉米在比较寂寞或者是在遇到忧郁 正还有癌症期间所画出来的 他这本画册里面有提到一句话 我觉得是蛮值得反省的 他写道 我听不见彩虹出现的声音 我听不见太阳下落的声音 花开雪飘的惊喜 我听不见 风吹草动的危险 我听不见 野狼的号声 猎人的枪声 天使的哭声 我听不见 我只听见寂寞 在草丛里来来回回的奔跑 在繁忙的世界里 人是很难远离种种的心理疾病 尤其是忧郁症是比较常见的 他带给人的精神障碍 却是属之不尽 从整夜不明 坐卧不安 到情绪低落 沮丧 忧伤 自卑等症状 直到让患者 还有他们的亲人 感到心累的境界都有 尤其是当他们开始 对日常活动的兴趣选择减退 开始过分多疑 以及过分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和各种生理变化时 他们就像几米花车内的雨露那样 无论彩虹热若有多么美满 无论森林旷野有多么危险 他们只听见自己心灵里面的寂寞的声音 其他的并听不到 看不到 感受不到 到底 忧郁症是怎么样造成的呢 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呢 现在忧郁症也开始年轻化了 不是吗 到底 人是怎么样得到忧郁症的呢 其实 并没有一个定论 有很多 有可能是因为生活过度紧张 压力太大 荷尔蒙失调 家暴 猎带 甚至是孤僻 多愁善感 或者是依赖性过强 等等的性格 都可以是忧郁症的导火线 所以呢 当我们发现自己 还有我们自己的亲朋稀友 陷入忧郁流沙地时 应该要及时为他 或者是为自己解灵 否则呢 我们就会被卷入漩涡里面 无法自罢 出不了来 过后呢 你会发现到 这些患者呢 或者是自己慢慢的会与世界 倾盆 去友 甚至是天主呢 最后呢 与自己隔离 断绝关系 为此呢 今天的第一读经内 先知厄里亚呢 也与这些忧郁症的人 都遭受了同一个问题 所以呢 先知厄里亚的生活 对吗 还有他所遇到的事情 是身份真实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猎王纪上 先知厄里亚的月集 如果你曾经读过他的故事的话 你会发现到 诶 这个家伙其实是一个很猝师的人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呢 你是想想看 在他进入忧郁症期之前的世纪 对吗 他曾经祈求过 不要下雨 然后雨呢 就三年零六个月 都没有着地 他叫死人复活 年轻的活子就复活起来了 他叫火 从天上降来 火就点燃上 集台的所有的祭品 他一个人 还勇敢地胜过 几百个假先知 一心一意地把犹太子民 带回到天主的跟前 可是 当他遇到错子的时候 情况就开始变了 他曾因听到呢 一直被皇后的 一句威胁的话语 而唱皇的逃命 他也因这种一个威胁呢 而被得怯懦忧虑起来 并祈求天主 今天呢 把他的命 给收起来 因为他并不如 他的先知 祖先那样好 所以呢 今天的故事呢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一位 哇 曾经 一份勇敢的先知 突然间就躺在 那个杜孙树下呢 颓废起来 睡着了 这 激励反差的态度 不就是我们平凡人 都会遇到的事情吗 可是呢 在先知厄里亚 面对他人生低谷之时 天主并没有择赐不理 也并没有放弃他 反而呢 天主还派遣天使来 侍奉他 并且呢 在先知厄里亚旁边 放了什么东西 他放了饼 还有一瓶水 他放了一块 用炭火烤熟的饼 还有一瓶水 来激励他 好让他呢 喝完 吃完以后 继续上路 而先知厄里亚 在那一刻呢 也体会到了 并尝到主恩的滋味 靠着那不起眼的食粮 走了了四十天 四十夜 直到天主的色衫 赫勒布与天主 面对面相会 所以从这个 先知的故事里面 我们得到了一些启示 我们的天主 当然也希望 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呢 在这个途径上 都可以去到他的圣山 与他面对面 他了解这简单的面饼呢 若可以让先知厄里亚 轻松地完成他的旅程 他宁可派遣他的圣子呢 降生成人 并为我们的罪呢 而牺牲成为我们的生活 食粮 所以今天在弥撒圣祭里面 圣体圣事呢 就是天主基于我们 那个旅途上的食粮 所以藉由这个圣体圣祭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凭着饼酒行 祭祂的肉与血 最为我们心灵上的粮食 好让我们能够与祂合而为一 并使我们得到永生 可是当我们领了圣体 与祂合一 就可以画上完美的句号吗 你觉得领了身体过后 拍拍鼻鼓 离开这个教堂 事情就结束吗 其实并没有结束 我们并不可以为此而罢休 所以曾经有讲过一句话 人如其食 不是吗 你吃肥猪肉比较多 就变得像猪那样子 你吃的比较少 你就像根采那样 所以你吃什么就变什么 所以当你吃了耶稣的肉体过后 你觉得你会变成谁 变成面包那样圆吗 变成那瓶酒 醉醺醺醺醺这样子吗 不是的 你会变成另一个耶稣基督 所以 凭着这个道理对吗 我希望我们可以像今天圣保禄的话那样子 效法天主如同蒙受宠爱的儿女一样 又应该呢 在爱的终生活就如如基督爱了我们 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 献与天主作为新香的供品和祭品 所以呢 我希望呢 当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结束之时 我们可以听到天主对我们说 好 良善忠信的仆人 你总算超越万难 现在 你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 所以 我的亲爱的兄弟和姨 在 Christ 今天 在这小长的 homily 我讲一下 疯狂 你知道疯狂是一个很真实的 在我们的生活 我们没有想到 怎么开始 或我们知道 很多东西 可以带到疯狂 然后且人分自于 未来的疯狂 但也尽随 也尽随 我们 到那层 并 坏 那沉 保存 而且 今天 在第一节目 我们跟我们合成 与人 所受的 受伤者 瘍狂 那是 Elijah 现在 那 那 这些人 who read 《第一次 经》 before 你会认识 that Prophet Elijah 是 once upon a time a very brilliant prophet he asked the sky not to rain the sky stopped raining for 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he asked a dead person to be resurrected a young man was resurrected he asked fire to come down from heaven and fire came down from heaven and burned all the sacrificial sacrifice on the altar so as you can see from this little story itself you know that this man is really the man of God unfortunately after he killed and defeated all the false prophets of Baal when Queen Zezebel decided to threaten his life he fleed due to fear and with this he is so depressed that he slept underneath a tree itself and asked God to take his life however from this little story itself we know that one thing even when you are depressed so even when you are reached towards to the lowest point of your life our God has never abandoned you simply because through the story of Elijah itself we know one thing our Lord asked the angel to brought Elijah two things the bread of scones that was finely baked and a jug of water and a jug of water to put at his side and he asked and the angel asked Elijah to consume all these things so that he can go to the holy mountain of God to come to us to today's situation we too will be just like Elijah in many ways we are depressed with our life we are in this level of exile but yet our Lord never abandoned us in this world in fact through his son he gave us this living bread of life so that when we consume it we will also like Elijah himself come to us to this holy mountain and look at him face to face so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s today when you receive the Eucharistic sacrament that our mass can offer let us take him into our hearts and be more and more like him to not only be that bread on the altar but also be that person who go all the way out to serve the people around him amen